大家好,我是Travis,欢迎回来 本期视频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系列 在这个牌局中会出现Upswing Poker的两个创始人 Dog Paul和Ryan Fee 会说一些中文的Jungleman 打法有时候十分奇特的Matt Berkey 还有大家很熟悉的Garrett 另外世界扑克大赛还在GG平台上火热的进行中 如果你对GG Book感兴趣 欢迎联系我的微信或者IG 也可以加入手牌讨论群组 链接可以在视频描述栏中找到 接下来Dog在庄家的位置家住进来 到了Straddle的Jason Ace Queen 普通花300到3000亿 Dog最后平根 抵持6600 Jason后手16000 翻牌是449两草花 Jason手里没有草花 这个牌面上 作为翻牌前300的人 Jason还是保持着 对Dog的整体equity的优势 所以手里的很多牌都可以下注三分之一 比如一些带后门花又带后门顺的 equity不错的牌 石钩红桃 A5红桃 另外这块根据自己的后手深度 下注一半也不错 如果下注一半被跟注 底池来到了12000 自己后手刚好是12000 很多自己的橙牌和Semi Bluff的牌 可以同时O in 自己手里的Ace Queen 希望有一张草花 比如当自己有Queen草花的时候 一方面阻挡了对方的一部分跟注的牌 比如King Queen草花 Queen Girl草花 同时自己也增加了后门花 这个额外的equity Jason最后下注了2100 Dog跟注 转牌是Queen草花 Jason选择过牌 这里他应该下注一部分自己的童花 下注Aces和Kings 他手里的Ace Queen也足够强 可以从很多比自己弱的牌中拿到价值 同时这些牌都可以下注一半或者40% 并不需要两极化自己的牌力 尽量不要只下注铜花 也可以下注超队和一些不错的顶队 如果一定要用一些顶队来过牌 可以选一些不带草花的King Queen Queen Girl来过牌保护自己过牌的范围 Dog也很快过牌 合牌是10红套 Jason下注了一半 到了Dog 他应该只有跟注和气牌两个选项 由于自己手里没有有效的阻挡牌 并不应该考虑加注bluff 但是问题是在400底池中 Jason在这个牌面上很难是空气 可能也就是Ace King和Ace V 另外不确定Jason会不会用Ace King 再转牌过牌 但是在合牌又打了一枪 而且合牌的10并没有明显的帮到Jason 反而是在Dog的范围里 Dog有更多的90 对10 甚至10钩 另一方面Dog在合牌 完全有很多更好的牌可以跟注 所以这块它的跟注稍微有些松 要知道Jason平时是以Online打牌为主 很多场景下不同牌的决策 应该是很熟悉的 合牌半池的下注 会被Dog范围中很多的牌秒根 所以我其实认为 他手里有Ace King的可能性并不是太大 在分析下一手牌之前 想向大家推荐一个手机上的Solver软件 Postflop家 如果你发现自己三拜底池 没有位置的时候 总是打不好 或者在大忙跟小忙的对抗中 总是占不到便宜 都可以在Postflop家中找到相应的场景 进行模拟训练 在每手牌打完之后 可以立刻看到Solver推荐的策略 如果你对这个手机APP感兴趣 可以直接在苹果商店和Google Play商店上搜索下载到 另外可以在信息栏中找到折扣代码 在这里点击输入代码 即可得到不同程度的优惠 接下来Damer在枪口加2的位置上队6加住了300 Berkey在straddle位置上平根 King Quinn不动花在面对中间位置的人家住的时候平根或者三拜都可以 翻牌Queen7-6 Berkey过牌 Damer中了暗三条 考虑到双方后手不调身 他下注一半开始造痴 回到Berkey选择加住到两千 不是特别明白Berkey的用意 如果有理解他打法的朋友 欢迎在下方留言 Damer跟主 转排是四黑头 确实是一张对Berkey翻牌前平根的范围更有利的一张牌 底值是4600 我们看一下Berkey是怎么做的 他只剩下3XPOT almost4XPOT 另外Burkey还有一个德州普克的教学网站 有兴趣的朋友不方也可以去看看 接下来一怒之下Burkey又重新买入了8万多 在枪考加二的位置上Ace King不动花家主 Dogpo的装备平根 八九黑桃很适合多人吃 结果大小盲弃牌 双方单挑 翻牌Ace 77彩虹面 Burkey下入1500 Dog是九亥有后门花后门顺听牌 确实算是底端范围 结果他选择加注到4200 看来这次就装到钢板上了 回到Burkey考虑到Burkey考虑到Dog在装甲位置没有三辈 少了很多强的Ace X 所以这块Dog代表的范围十分两极 一些选择快打的6778 79同花 可能只剩下一个组合的A7红桃 还有一些带后门的空气 可以看到他代表的范围有些过窄 Silver也不推荐用这个牌平凡的家主 反倒是推荐平根 然后再转牌和合牌用更少的钱找机会半渣户 Burkey平根 让Dog所有的Buff继续Buff 转牌九草花 Burkey继续过牌 Dog虽然中了一个9 但是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牌没有摊牌价值 Burkey如果没有Ace X 也至少是对10到对K的牌 自己还阻挡了对8 所以他下注14000决定继续Buff Burkey根续 Dog with the overbet 14200 I mean at this point he's saying I have 7-8 suited And that's almost all he's saying right Correct He almost has that Maybe he misread his hand So you said Dog's only Dog's not doing this with Ace Kick That's my point Good point So the overbet on the turn 14 into 11 And Doesn't look like it's going to work here Now when when Berkey calls here Dog knows he pretty much has Ace King Ace Queen here right Yeah I mean for Berkey to go call call here He has to contain an Ace large amount 和牌又来了一张9 Dog后门出了葫芦 Burkey再次过牌 You run good Holy moly guacamole Wow Welcome to the life of Doug Polk I was going to say he had a backdoor full house round and flop But now the sizing I mean Now there is some chance Berkey could have a 7 himself as well Dog just kind of blocks some of those combos So Burkey's preflop selection is a little bit out of line But I don't think it adds in that many 7s So Dog 最后Dog下注了3万 对于Burkey确实是一个比较痛苦的情况 作为枪口加2位置加注的人 从翻牌前打到盒牌 现在 自己最强的牌 也不外乎是三个组合的Aces 一个组合的4条7 一个组合的4条9 还有一个A7红桃 A9方片 他手里的Ace King是这些牌之后最强的牌了 很难弃掉 他最后选择跟注绝对不是一个错误 但是会预计到很多时候自己会输 Doug Polk Wow Goes runner runner full house To clip Matt Berkey What A start In this game For Doug Polk Wow It's actually getting worse Second Wow What a life You You go nuts Turn your hand into a bluff And just Get there Runner runner You're just So dead on the flop And go backdoor And make a full house Wow 100,000 本期视频先到这里 如果你对GG扑克和Postflop家感兴趣 可以联系我的微信 我们下期见 Myēr Ie Hij on my Beet N